第五人格每次有新皮肤上线时 策划都会提前爆出大量宣传素材 包括皮肤原画 背景PV动画和三视图等等 但有件三年前就已经曝光的时装 至今还没有在游戏中上线 可能成为永久废稿 在三年期的六一 策划为了宣传魔术师的金皮 放出了一段小视频 在动画中除了有魔术师的寻宝贵族之外 还有舞女的训兽师 以及冒险家的一款新皮肤 因为这是魔术师的首件金皮 所有备受玩家关注 三个时装有两件是金皮 玩家猜测冒险家的也是金皮 都在等着上线 可最终只上架了魔术师的金皮 冒险家的时装却至今没有上线 既然动画中模型已经做好 而且进入了宣传期 应该会安排上架时间 但玩家等了近两年也没等到 小视频中的三件时装 训兽师是舞女的半生金皮早已上线 魔术师的寻宝贵族 也已经进行了一次优化 冒险家既没有上架 也没有任何后续消息 不过这件时装是童话主题的 即使当时冒险家的强度不高 玩家都希望他能早日上架 视频中的冒险家穿着红色方片上衣 打着白色领结 下身着穿着长靴与皮裤 整体造型非常漂亮 另外在他身上还有很多齿轮的元素 后面背着一个时钟 是童话主题时装 应该就是红桃侍卫 其实这件时装可能已经成为了废稿 不可能再在游戏中上线了 细心的玩家发现冒险家的爱丽丝 与红桃侍卫模型相似 后面都背着一个时钟 所以红桃侍卫优化成为爱丽丝 最终在精华宝箱中上线 爱丽丝也是童话主题的 不过与红桃造型相差甚远 爱丽丝使用了蓝色造型 上身有很多蓬松蕾丝元素 多了不少女时装的设计元素 下身则是一条直筒修身裤 没有太多的设计 另外一点就是手中拿的书本变成了蛋糕 使得爱丽丝更加甜蜜 那么问题来了 红桃侍卫和爱丽丝 大家更喜欢哪一个呢